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是一位特别娇小玲珑的美女 请注意我的用词 特别娇小玲珑 在她的身上有着许多的故事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她 拜拜 画面中这个女孩名叫金青青 今年26岁 舞台上的她用动人的歌声震撼着每一位观众 而就是这样一位开朗暗笑的女孩 从出生开始就一直饱受病痛折磨 从小到大骨折过数十次 从一个死玻璃般易碎的脆弱女孩 到如今在台上自信演唱的歌者 她是如何完成这艰难蜕变的 她的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让我帮助你为您继续讲述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青青 来 掌声有请 小谢 欢迎秦秦 你好 你好 先给我们大家做一自我介绍吧 我来自南同寺如高 我今年27岁了 我的工作专业就是唱歌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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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歌手 江苏的是吧 对南通嘛 对怎么想骑这个呀 骑的还不错呀 嗯这个车是跟着我已经27年了 从小的时候妈妈因为 我的腿不能走落 妈妈就给我买了这辆车 哦 这个车这么大年龄了 跟你同岁是吧 对这个车 呃可能在我27年以来 已经都换了十几年了 哦 他说的这意思就是 陪伴他的 从小就不能走路 所以妈妈买了个车 妈妈是个聪明人哈 有智慧 对 等于他帮你添加了一双腿 对不对 对 刚才你跟我们介绍说 你是个职业歌手是吗 嗯 我的职业就是唱歌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哦 那就是职业歌手嘛 想不想听啊 想 来我们听一下好不好 来 好的一首火苗带给大家 谢谢大家 我要你的拥抱 知不知道 你的爱子小火苗 把我的心燃烧 少了我的脚包 无助可逃 你的爱子小火苗 不用生死煎熬 整个草原调着爱的味道 谢谢 绝对唱的怎么样 音色 音质 非常漂亮 这我真 相信你是个职业的歌手 我们也不是一猜真假的节目 人家叫职业歌手吗 来 感情色彩 感情色彩很浓郁 这都听出来了 就是这么小一个人 发出了这么好的事 对对 而且他唱的歌 甜甜的 笑眯眯的那种感觉特别美 哎呦一看我就没这个好福气 你们知道坐在对面能看到甜甜的 对对对对 非常甜非常美 你坐这舒服吗 挺舒服的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你习惯了 但是你坐这 我没法跟你聊啊 咱坐到这 如果你需要我就抱你上去 你需要抱你 我不用你抱 我有专业的人 我多扫美打眼啊 有经纪人抱他 您别管了 对对 有经纪人抱 有助理抱 那就来抱一下吧 来来来来来来 哇这经纪人够帅的 来抱抱 坐这 坐这边 请坐 经纪人今天多大呀 这么年轻这么帅 29岁 29岁 很年轻的 我看你抱他抱的真是熟啊 习惯了 习惯了 习惯了啊 哎呦 你做的经纪人多少年了 我 做他的经纪人啊 9年了 你是他经纪人吗 啊你你看呢 你看看我们俩什么关系 不就是经纪人和艺人关系吗 你是歌手 他是经纪人吗 或者助理吗 这有什么关系呢 你没有没有感觉到有其他的这个眼神的这个不对吗 哦那就是他 他是你的经纪人他追求你他是你的追求者对吗 嗯可以这样说吧 可以这样说哈 应该这样说曾经追过我 不是 曾经追过你啊 就现在你们俩就那个了是吧 曾经追过也现在也现在 现在现在现在两人已经结婚了 不是 真的假的呀 真的 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去年5月1号结婚的 这领结婚证了吗 领过了 确实哈小伙子对你叫什么呀小伙子 我叫陈强 哦陈强29岁 这是你先生 对 太帅了呀 他追了你几年 追了我 一年多吧 追了一年多啊 啊认识多少年啊你们俩从认识到现在是9年了9年了我们是谈了八年之后才结婚的 谈了八年恋爱嗯对就是说 呃至少往前推个七八年是你一直在照顾他对吗照顾庆庆对吗嗯对21岁你就照顾他这样一个姑娘你会吗你小子呀那时候 说实话也不大会啊因为我我从小可能呃被人照顾的也也比较少所以说我去照顾别人的时候也不大会所以说那时候也害怕呃 生怕照顾他照顾的不好把他哪里 哎搞伤了啊清清你是一个什么病啊啊啊我从小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是一个软骨病啊 哦就是就像那个吃娃娃一样的生下来的时候不能碰就经常骨折对不对 对我那时候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的时候从到十几岁的时候可能断了有几十次了然后到了妈妈长大的时候慢慢就会好就好了 从小到大经历了几十次骨折让她的生活十分艰难 渐渐长大的金青青虽然身体停留在六十八厘米但小小的轮椅并没有束缚住这个女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父母离异后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青青开始跟随唱民歌的母亲在各地演出 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她也渐渐爱上了民歌 青青十八岁时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家人的负担让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 回到家乡如高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团 虽然艺术团最后已解散收场 但正是通过这个艺术团轻轻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我们俩其实我原来呢是做理发的 呃我那时候刚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就在他办团的那个地方 在人家一个理发店里面上班啊 然后当时是他们团里的一些女孩子在那边做头发 有一次他正好去找他们团里人的 然后就这样第一次见面是这样见面的 哦你是去做头发还是去找人的 跟我们的那些姐妹嘛一起过去玩 我们经常就是星期间 然后没事做的我就他们就带我出去玩 然后就带了到他店里去了 但是到了店里去的时候 我看了一点都不顺眼为啥因为 我喜欢的男生是那种很正经的那种 他不正经吗 因为那时候他做理发的时候 还戴这个耳环还穿的那个衣服 我太不习惯了 人家都说他长得挺帅的 我说人长得还还不错 但是就是那个穿法打扮 我感觉太不习惯了 那时候你还戴耳环呢 呃对因为那时候做理发 他穿的衣服嘛也有点稀奇古怪的 然后打个耳洞 染个黄头发这种 当时你没看上他是这意思吧 没有 哦 你怎么会喜欢上他的呢 呃当时嘛 看说实话 每个人的目光第一眼看他的时候 都都有点好奇心 嗯 然后当时嘛 我又听说他说他这样一个人 还创办了一个残疾人艺术团 我感觉他挺不简单的 挺不容易的 那个团是你自己办的 是我自己办的 多大规模 嗯 三十多个人嘛 哇厉害 这个我为什么说厉害呢 因为他等于要管理三十多个人 还有养活这三十多个人嘛 你办团肯定是这样 是这意思吧 对 好 等于是一个精华版的 或者叫浓缩版的女企业家 还是这个艺术企业啊 文化艺术企业 所以你就很好奇 对 呃这是个什么人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 呃 我去 就是特别想去接触他 了解他 你第一次跟他说话 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跟他说话 也也是 他到店里来 就是说做头发的时候 那是你见了他几遍之后 带着强烈心跳的说话 其实就是我们认识的 第一个情人节 哦 第一个情人节 嗯 对 那时候认识有多久 那时候认识 反正半年了吧 反正半年 他自己不好意思去买花给我 让人家给他买的 对 让让人家买的给我送过去 实际上面 我要没理解错的话 小陈是见到这个姑娘 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爱上他了 对吧 嗯 对 那时候特别特别黏他 哎 你喜欢他什么 你爱他什么 就他身上的什么东西 那么细 你告诉我 嗯 感觉他这个人 虽然是这个样子 但是挺自信的 嗯 而且特别坚强 嗯 而且 对人啊 做事啊 都特别 做得特别到位那种 就是你被他身上那种精神气质吸引了 是吧 对 那你送他这个花 你是托别人送的 是不是 对 别人送完花 你就接受了 没有 啊 我 我以为是别人送我 啊 我 我以为是就是那个人送我的 然后他说你别搞错了 这个花不是我送的啊 是城墙送的 然后你 然后我说啊 他送他自己送花 为什么不自己给我送 对不对 你的点好奇怪 对 我就感觉那个 我就说我不用了 然后我就送到他店里去了 嗯 我就说我不用你这个花 然后他那个 就那种 那种有好感觉不好意思 有感觉要让我接受这个花 但是我没有带回去这只花 我也就没有接受嘛 啊 你为啥不接受呢 这么帅一个帅哥 又对你 但是我 想想 呃 那时候我也不敢 面对那爱情方面 因为我感觉 人家是一个正常人 我是一个残疾人 我的那个乐观 也就是那个 在团里跟我们的兄弟姐妹 残疾朋友在一起 面对他开心 但是我不敢去想爱情方面的事情 他实际是害怕 想接受这份爱情 但是又害怕 对 然后幸福来得太突然 因为说那一点 他长得也挺不错的 这么高的个儿 我不敢去想爱情方面的事 因为身体的原因 清清从来没有奢求过一份爱情 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尽管陈强的用心追求 让他不止一次心动过 对于陈强的喜欢 也是与日俱增 可想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清清还是不敢坦然接受 这个健康帅小伙的感情 面对清清的一再拒绝 陈强并没有因此放弃 然而一直默默陪伴在清清的身边 终于将清清封闭已久的心 渐渐打开 后来怎么就接受了呢 你都做了些什么呢 小陈 也就是因为他去做头发 然后 也就是做头发那个锡纸 老板非要我用旧的 我非要用新的 因为那旧的上面有残留 我怕他把头发搞坏掉了 然后我说再怎么那个 也不能对他这样子的人 用这样的锡纸吧 然后第一次就是为这个事吵架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 也是因为他 然后不在那个店里做了 然后自己开店 也就开在他的团部后面 然后呢 我就是天天就是往那团里跑 那时候也就没心思在店里了 反正就是 反正他们团里需要我做什么呢 我能做到的 我尽量就去帮他们做 他们每次出去演出啊 我就天天晚上到他们团里里面 帮他们把饭烧好 等他们夜里回来 你开那个店 到底是为了做买吗 还是为了接近他 你告诉我 那时候也就是为了接近他 因为靠得近了嘛 其实也是老天爷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特别就是想往那边走 因为他开店的时候 正好看着日子开业的时候 也就是我要过生日的时候 然后他那个时候店里很忙忙 然后他也没有买礼物给我 然后到了做了一个蛋糕 我记得给我做了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蛋糕 当时他会想 我说 我说这个人还挺有心的啊 给我做了一个蛋糕 都到晚上 我们都吃完 晚饭回家了 他还偷懒默默的给我送了一个项链 那是 给我买了个项链 我说你不是给我做礼物了吗 给我送了一个蛋糕吗 他说那太小气了 然后又给我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项链吧 对吧 是个银项链 不值钱 银项链 还挺腼腆 后来你又向他表白过吗 也就是那次送花以后 就是经常打电话 因为那时候 他那时候团部嘛 因为团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然后当时我有一次跟他打电话 可能打了有六个小时 然后反正聊到最后 我就是说我想照顾你一辈子 哦 好朴实的一句话 你听完之后你哭了吗 没有 我感觉就是身体不正常 哈哈哈哈 你这什么点呀 人家要照顾你一辈子 没有 神经不正常了 当时我电话挂了以后嘛 说了好多好多 然后那个 我仔细地想想 因为我有很多的 很多的坎坷嘛 他都帮我扛着 所以两个人也就慢慢来 产生了感情 通过半年的付出和陪伴 陈强的一片真心打动了清清 两个相互倾慕的年轻人 终于牵起了对方的手 但是对于当时才21岁的陈强来说 跟清清这样的女孩在一起 更意味着要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 而这对于陈强来说 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从没有过照顾残忌人士经验的陈强 一开始甚至还不小心伤到了清清 你说抽烟吧 抽烟第一次抱她的时候 自己没在意 就给她额头上烫了一下 你是太不小心了 现在你还抽烟吗 现在抱她的时候是不测烟了 抽烟也不多了 抽烟也不多了 为了保护我 经过这次烫伤 陈强对清清的照顾更加小心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如今 陈强对于照顾妻子已经完全得心应手 而且自从跟陈强在一起之后 清清的小轮车就被闲置在了一边 每次出行时 陈强都会紧紧地抱着她 你们俩在逛街是怎么个逛法 我抱着她 你能抱着她跟我们走两圈 我们看看 可以 来来来 我们看看他们日常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 走两圈 平常就这么逛街吗 对 但每当这样的组合出现在街头时 他们总会受到更多异样的目光 反正我看我觉得是特别幸福的 对吧 但是我相信就是你们要平常这么抱的话 别人看的眼光可能不一样吧 嗯对旁边人他都会指指点点说啥呀 你能听得见吗 嗯说啥有的时候人家说你看 你看那个男孩 嗯要么就是涂她的钱啊 要么就是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一旦我去接触她的时候 外面就开始有传言我去追求她了 嗯 所以说外面人他都会 像七传八传的 就是 基本上人家都知道我们出去逛街的话 人家都会议论 就是说我们两人的事情 就是你们俩在当地 你们俩的这个感情还属于那种风云感情 是吧 嗯 大家还都知道是吧 对 其实就想象的到当时的压力很大对吧 对 人家外人不都说他图你的钱 你家是特有钱吗 琴琴 没有 啊 没有 普通的这个工薪家庭算吗 嗯我们家里也就是 就是很平静的农村的 哦 小陈家里呢 嗯我家也不是很富裕 但是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他们到现在啊 现在为止 嗯 连自己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啊 那你家呢 我我家有房子 我家自己也要盖的房子 也就是说你家经济条件比他家还稍微好一点 嗯 对 你觉得娶他算不算是一种福气 你告诉我 嗯 绝对是一种福气 那如果是福气的话 这个福气背后是什么呢 嗯 嗯 其实 有的人在想啊 你这辈子你娶个老婆 嗯 主要目的是为什么 可能有的人在想 我找他这样子的 嗯 也算是不孝 因为你不能给 给自己留个后 嗯 我就跟他说的 我说以后我们领养一个 嗯 也是一样的 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养大的 都是我们的孩子 嗯 所以无所谓 只要两个人过得开开心心的 主要他的心态特别好 嗯 做什么事情啊 他都会 呃 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为别人去考虑 嗯 就是他善良这一点你觉得特别好 对 很吸引你啊 即使周围人议论纷纷 对他们的组合指指点点 但陈强和清清 从不曾因为这些流言蜚语 而动摇自己的感情 反而对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 更加珍惜 但是 当这份感情传到家人耳朵时 他们面对的 是又一波更大的难题 哎 你们俩当时谈的时候要结婚的时候 家里人都同意吗 不同意 小陈家里你是独子吗 嗯 对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小妹妹 什么意思 我我父母也是离异的 我 我六岁的时候 我父母离婚的 哦 你是跟谁呀 我是跟我父亲 那你父亲 怎么 你跟他谈到你父亲管你吗 嗯 管 他也不同意啊 嗯 当时 我们回去的时候 甚至把我们拒之门外 都有的 你父亲不让你们进家门 对 为什么呀 也就是因为提到我们两个人要结婚嘛 嗯 他就是不同意 就是说 嗯 也就是因为说不能留后这个 哦 原因吧 你家里人不同意的原因是 我家里的不同的原因也就是 第一不想拖累他 因为我是残疾人 嗯 他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一个小伙子 嗯 不想拖累他 然后 第二个原因也就是说 怕我以后受伤害 因为他毕竟是正常人 他可能一天两天好的 时间长了 肯定会累的 对不对 然后我妈妈也为我考虑了很多 就是说 你们也是 暂时的那个脑子弧度 你可能时间长了 人家不理你了 怎么办 但是我就 我们为什么能到到八年 这么久才结婚 也就是为了时间来证明一切 给家里人看 我们不是对方也没有骗对方 所以才八年再结婚了 从彼此认定 偷偷地在一起 到结婚 陈强用他八年如一日的细心 与呵护 感动着清清的母亲 让他终于放心 把女儿交给这个不善言辞的小伙子 而清清也用他的善良 坚强 感化了陈强的父亲 今年的五月一号 两人终于在双方亲人和朋友的祝福下 结束了八年的爱情长跑 结为夫妻 听完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后 主持人抛出了一个犀利的问题 轻轻地回答 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动 甚至爱情得来不易的他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 而放弃自己的爱人 这其中的原因不只是陈强 在这九年对他的爱护和照顾 更重要的是 这个男人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为了这个梦想 内向的他走上舞台放声歌唱 也因为这个梦想 清清甚至屡屡受伤 这个梦想究竟是什么 这个梦想到底有多重要 让我帮助你继续为您讲述 那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呀 现在也算是一个组合 什么组合 叫16868组合 16868组合 啥意思呀 因为他只有68个梦高 我是一米68的个子 然后两个人合起来 就是16868组合 哦 168指的是你 对对 一米68对 68指的是你 对对 你们俩是一组合 对对 那就这个组合是什么样的组合 是声乐组合还是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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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就说你们现在靠唱歌 到处唱歌挣钱是这意思 对对对 哎呦你们俩唱一个行不行啊 哈哈 他的歌我们听过了 小陈的歌我们还听没听过 来来来 我俩就唱一首啊 啊 好的 你俩就像春风孤眠而来 融化了我冰冻的心海 每刻你也我心肠崩白 没想你也我寂寞散怪 听你的声音向天来 哦 你的感觉多愉快 我多想把你摟在我胸怀 爱不是来永远不分开 爱 喜爱的人啊 我需要你的爱 红红的玫瑰 早为你撕开 今年的一会 一直等哥哥 一直等哥哥把我爱 喜爱的人啊 我需要你的爱 我爱你是我真心的表白 你要天伤心 哥哥为你在 哥哥愿意为你在 好听 好听好听 来来来坐坐坐 这歌跟你们你们唱 还真是韵味不一样啊 对 因为选到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感觉这首歌词里面 唱的特别像我们两个人 现在演出忙吗 演出也挺忙的 一天能有几场 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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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节的时候 一天多演十几场 哇 一般的一天 一般的一天 四五场嘛 两三场 三四场 四五场 一天演两三场 就这么演的话 够你们俩开销吗 只能说是 开销还差不多 但是对于说 还要一边再还债务的话 可能就是有点吃紧 还什么债啊 就是他原来 办那个团的时候 亏下来的这个债务 多少钱 欠了 三十多万 啊 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欠了 对 靠四十万 这个给轻轻造成近四十万债务的艺术团 是他在十八岁时一手创立的 但因为经验不足 导致艺术团运作出现问题 艺术团成立三年就解散了 虽然艺术团解散了 但是债务依然存在 跟轻轻在一起的这些年 陈强一直在和爱人一起演出赚钱 为了尽快还清债务 他们不放过任何演出机会 而这样的劳累 也让小两口的身体超出负荷 甚至出现了这次意外 那你这次什么鼓励 跟这么玩命的演出有关系吗 有关系 这次就是 也就是因为赶场的演出 然后我抱他的时候 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不小心 就是我摔下来了 但是他那时候正好往后仰 就等于说他这个腿 是被我给硬给勒 勒坏的 因为他往后仰的时候 我是怕他掉下来 然后赶紧勒紧了 勒断 勒断 骨裂 对 因为他这个腿拍片的时候 就是里面的那个 就是骨头就是很疏松那种 这个小陈他有多重你 38斤 就是我们抱着他 对 每次演出都抱着他 对 对 对 其实我并不累 其实如果说我现在是他的丈夫 但是我站在 其实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挺敬佩他的 为什么 你像他 假如我们那边演出嘛 有的时候外场 不管下雨也好 他都在那边说 他有一生的淋的雨 是在那演出 自己生病了 也在那演 那就是说 这一切 其实都为了还债 对吧 就现在这么拼都为了还债 怎么会欠这么多钱呢 我办了这个团的时候 我办团的时候 只拿了 我跟我妈妈的工资 只拿了一万块钱 然后其余的全部都是 背货的亲朋好友 自私我借我的 然后其实我办团的时候 然后经济实力不足 然后也年龄也太小了 不懂 然后就是亏了 你是欠团里面员工的工资 还是欠什么钱 员工的工资也有 我向人家 这个借的私人的钱也有 不你借这钱干嘛呢 就是这个设备 然后这个演员的衣服 什么 然后还有这些什么家里 就是团里用的这些 用的这些东西 就是投资下去 投资了 你那团部有办公场地吗 有 等于租金是吧 对对对 那你刚才也说到 你的团里都是一些残疾人朋友 对吧 对80%的残疾人 那他是平常的生活照料 是不是还得雇人 有的 等于说他除了演员的费用 还有护工的费用 对 开销是挺大的 因为那时候他团里有 有一些重餐 就是自己都是不能走的 要做能力或者那种的 他就必须要有人照顾他们了 团里的残障演织人员 人数过多 日常花销大 再加上很多演出费用 不能及时收回 这一系列的原因 导致艺术团从创办的第二年开始 就入不敷出 于是清清又不得不继续借钱 维持艺术团的运转 那么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让清清即使借钱也要创办一个 这样特殊的艺术团体呢 当初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团 因为刚开始我是在南通寺里面 一个残障的艺术团里面 我觉得兄弟姐妹们都挺不容易的走在一起 但是那个团卖了 卖了去 所以兄弟姐妹们都分散了嘛 所以我感觉如果说我把它成立起来 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都挺开开心的 还能拿一份工资 我想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你是怎么进的那个 你说的被卖掉的 就是南通寺的那家残障人艺术团的 那个时候是 也是我跟我妈妈那时候 在外面 我妈妈也是搞文艺的嘛 就是人家农村里面演出的 然后人家看我唱的歌挺好的 就找我妈妈的 让我去她那个残障人艺术团 哦 那现在这个团算倒了 那些人都又流走了是吧 对 现在也就是 也就是 个人有个人的工作吧 有的也没有工作 有好多的朋友都没有工作 都在家里 因为他们很不方便 有的是盲人 有的是行动不便 有的是就是聋哑人 你这个团 我觉得像你这样的性格 不应该把它解散掉 就是我还是坚持把这团办下 然后有一次 寨主 然后跑到我们家里来 让妈妈知道了 所以我也不想让妈妈担心 所以就暂停地不办了 寨主频频上门要寨 让母女俩的生活经常陷入危险 为了让妈妈不再担心 轻轻不得不解散了自己辛苦支撑的艺术团 但是创办艺术团这个梦想在她心里从未抹去 那你们俩就这么唱吧 还完钱不就得了吗 然后你们俩把日子过好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想我想就是今天走上这个舞台对吧 我也想我所说的也都是我的自信话 我也想重新地把这团办理起来 我要帮助那些就是在待在家里没有就是找不到做工作的 我想给给他们再来就是一个温暖的家吧 也就是说你还希望见团 对 你还有这个梦想 对 你今天来这个节目就是发出一个征集令的是吧 对 因为刚才刚才为什么我眼里都掉下来了 我感觉我想到那些兄弟姐妹们 我还非常想他们 我没想到就是他们夫妻俩还想做这个事 就是他其实还有一个理想就是我获得了幸福 我希望跟我一样的人能跟我一样获得幸福 这是一个特别理想就特别美好的一个理想 所以那在这我们就帮助呼吁一下吧 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节目 我看这个全国有不少这样的团 他也不一定就是在你当地来招募人对不对 对吧 那就是希望全国各地有一技之长 这个特别只是艺术的对吧 有艺术一技之长的残障人士 又愿意跟这小两口在一起建一个他们理想中的艺术团 其实是一个家园 这部分朋友可以按照我们下面的联系方式来联系我们 我们会把你们的联系转达给这对夫妻的 另外我还想第二层其实就是呼吁一些经济团体 一些社会的公益组织 相关的一些政府机构和一些职能部门 在看到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能够给这对夫妻或者他们未来建的这个艺术团 一些帮助 如果你没有这些意向的话 也可以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联系方式 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 我们也会转达给这对夫妻的 对 我想这样的话还能自己能养活自己 还有一个自己温暖的家 还能天天我们在一起非常开心 就是自食其力 融入社会 开心生活 大概就是这样 是吧 对 虽然已经债务累累 但是清清依旧希望可以尽自己所能 让更多志同道合的残障朋友聚集在一起 为他们营造一个家的氛围 在此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有意愿帮助清清重组艺术团 或者您是一位爱好文艺的残障人士 希望加入清清的团队 都请与我们联系 愿清清的梦想能够早日成真 也愿萧良口的爱情能够永远甜蜜 节目录制之前小陈告诉我们 节目播出的时候 林静她和清清相识九周年纪念日 不善言辞的小陈说 希望通过节目给老婆送上一个惊喜 这个惊喜究竟是什么 让我帮助你继续为您讲述 我听说小陈今天还有一个惊喜要给夫人 是吧 说一周年了是吧 有什么惊喜你下去准备去吧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惊喜 清清今天她说她给你准备一个惊喜 能猜到她给你的惊喜是什么吗 不知道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惊喜是什么 好不好 来有请 一束花啊 送给你 我今天呢 坐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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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她给她写了一封信 哦 今天的惊喜是一封信 是心里话是吧 对 亲爱的 可能这三个字对你来说 听着还比较新鲜 你知道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一个不懂得浪漫的人 平时对你亲密的话语都很少 我们从开始认识到现在 也快九年了 你一直都在辛苦的忙碌着 而我却还没能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 这是我的失败 每次看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然而也是我最心痛的时候 不管是天寒地冻 刮风下雨 还是你生病的时候 你都没有舍得放弃任何一场演出 就连这一次你脚断了 你都没舍得放弃一场演出 不肯休息 而你这一切辛苦 都是为了这个家 你从来都不舍得给自己买东西 就算买衣服 也只是买个二三十块钱的 而你处处都为我着想 有好吃的留给我 看到合适的衣服 都想着给我买 其实我心里对你有说不出的感谢 这么多年了 我记得我就刚认识你的时候 情人节那次 我让人给你送了一朵花 而且还不是我亲自送的 今天借此机会 给你亲自送上一束鲜花 道一生老婆 你辛苦了 今天这个算惊喜吗 现在明白了玫瑰花的意义了 是因为第一次求爱的时候 不是他亲手送的玫瑰 所以还要把那些小遗憾再补回来 是吧 因为他比较内向 有好多的语言 也不怎么会去表达 所以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 我感觉他挺内向的 因为我感觉 怎么不怎么跟我沟通什么 所以说今天说了 他写的这一封信 我感觉 我心里挺心酸的 其实你听到这段的时候 你才会明白 可能在世俗的眼光里面 他们是一段爱的传奇 因为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妻 就是传奇 摆在这就是传奇 对吧 可是如果真的回归到 生活的本质和爱情的本质 其实他们就是一对最普通的夫妻 他们相亲相爱 他们相依为命 在他们的身上 你能看到很多生活本质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爱了就好好坚持 再难也要好好地经营它 那我还是祝福 谢谢 我是祝福你们俩的那个 再见一个残障人士艺术团的那个 家的那个梦想 能够早一天地实现 谢谢 最后就是祝福天下有情人 能够跨越一切世俗的障碍 好好的走在一起 并且幸福地生活着 好了感谢朋友们收看了又一期的 让我帮助你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嗯 谢谢 谢谢